它跟格式不一样,格式是按右键除了格式 这个是表面上看到,不是真正的 所以很多人一看到,以为它是0 比如说像这边格式,我就制定一下三个0 那你会以为说,里面就是084跟007 但是假如你把它串在一起,你会觉得奇怪 怎么还是84,怎么还是7,它并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实际上格式只会改变的是表面 它不会改变真实原来的资料 那也就是这样的关系 Esser里面,你看到的不等于是真实的 那真实的怎么看到 其实真实的,理论上就是要把它改回原来 原来基本上它的格式,一般就是所谓的通用格式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为通用格式,它就会打回原型 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 就是它不能有任何格式,按确定 这样的话就打回原型 所以好像之前有一个MID MID好像里面也有那种状况 就是它打勾之后,显示不是结果,而是它的公式 那怎么做?打回原型,再打勾就恢复了 所以这个概念如果有的话,将来你在使用Esser 我想也就比较不会有太多问题了 这个概念还蛮重要,因为我发现 哪怕是在职场上面很久的人 他好像还是都不太懂这个 他常常出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假设我们这个电信业者 他想要统计什么? 统计到底他会员里面 这100个会员里面 到底哪个年次的人 其实我们习惯几年次嘛 你说七十年次还是五十年次 还是六十年次等等的 你们应该是多少?八十年? 九十 九十 九十年次 那如果大陆用语是叫什么? 九零后 现在叫一百零后 零零后 零零后了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希望统计说 到底会员里面哪一个年次的人占比最多的话 比如说你们老板说 你帮我统计一下 会员里面哪些人最多? 因为其实哪些会员最多 显示就是消费主力嘛 那消费主力的话 将来你要找会员的话相对 那个会员会比较容易加入 那如果你找的不是主力的话 他可能就没有什么意愿 所以健身房里面的人都比较年轻 所以如果你找那个年纪大的 他当然不太可能会加进来 所以有时候客群的筛选很重要 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哪些客群他会消费 有点像是你要钓鱼 你一定要找鱼多地方 你千万不要找那个完全没有鱼 你那边钓半天 你一整天就钓不到鱼 是很正常的 所以要怎么做 我们假设有个需求 我希望帮我统计一下 到底哪一个年次的人最多 那第一个 如果你要统计哪个年次的人最多的话 首先你不能给生日 因为生日的话里面还有年跟月跟日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栏位 就是独立什么呢 独立一个栏位名称 叫做年次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在哀栏的地方 假设我今天的需求是 我要统计到底会员哪一个年次最多 那最好的结果是画个图表让我知道 所以一目了然 老板他当然会希望 你画个图表的话 你不要给我看数字 我讨厌看数字 OK 有像这么多 你叫我怎么看 你这样看 往下卷哪一个最多 好像是七年级 那好像是跟实际上又不见得一样 OK 所以我们第一个 请在这边加一个年次 所以假设我举个例子 年次的新栏位 但是栏位你会发现加上去之后 它的颜色跟旁边不一样 如果你颜色想要跟旁边一样的话 很简单 你可以用复制格式 常用里面有个复制 把这个格式复制过来 复制它的格式 点到年次地方 它长一样了 好 第一步 所以加一个栏位 第二步的话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要把那个 生日前两个字 抓到年次的地方 那你想说直觉是用Labs 不过你插入函数 你假设文字里面的Labs Labs应该是两个字 应该还蛮好理解的 Test就选它 然后呢 两个字 可是你会发现 目前看到的就不一样 29 像这样 奇怪 它不是应该70年次吗 可是这边为什么显示29年次 OK 那所以 原因出在哪里 其实主要呢 当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要知道原因很简单 你滑鼠点上去 你可以看到呢 它目前显示的是这个 可是实际上是不是真 日期比较特殊 它没有显示原始 因为它只会显示年月日 但是如果你要打回原型 我刚刚讲过 你要按滑鼠右键 除成格格式 它实际上是帮你格式 因为日期比较特殊 因为它有年月日 三个东西 它会分别帮你格式 它只要判断说 这个除成格里面 它是一个日期 它就帮你格式 如果把它打回原型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存在e sale 是这样 29,846 那这为什么会是 跟刚刚日期有什么关系呢 你应该会很疑惑 跟各位讲 那根据e sale的官方说法 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那个日期 跟某一天相差几天的意思 也就是说 1900年的1月1号 它是历史上的第一天 所以如果1900年1月1号 它的格式 假设你在旁边点一下 1900的1月1号 你要Enter 它会显示 你可以把它格式化成什么 通用格式 它得到是1 那也就是说 1900年的1月1号 是第一天 历史上第一天 那一直到 它生日这一天 经过了29,846天的意思 所以日期只会越来越多 OK 所以也就是说 那我想知道说 1900年的1月1号 到今天为止 已经经过几天了 那怎么知道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日期函数 那今天的日期 你可以找到什么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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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知道 相差几天很简单 你就按滑鼠右键 可以出存个格式 把它改成通用格式 按个确定 你就知道了 从1900年的1月1号 到今天为止 经过了这么多天 OK 所以应该是在减一 应该第一天不算的话 OK 就四万 四千八百三十二天 OK 有这么多天 那 OK 大概有概念之后的话 那当然你想说 老师那时间怎么算 我跟各位讲 时间的话 一天就一 那如果一个小时 那就是二十四分之一 二十四分之一就是一个小时 二十四分之一是有小数点的 所以假如说你换另外的函数 你可以用 NOW NOW NOW跟today最大的差别是 today只有日期 但是NOW 除了日期还有时间 如果你假设按确定的话 它会出现时间 那如果你把它出成格式 通用的话 你会发现 它跟today最大的差别是 它后面还有小数点 也就是说 反正到现在为止 它又经过 现在几点 等于是快十二点 OK 那也是快到0.5了 0.5就等于是十二个小时 对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后面有小数点 那就是它的时间 所以整数部分是日期 小数点 那就是时间 OK 这应该有概念了吧 好 那可是问题来了 可是问题 我们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 29 那怎么办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我把这个格式恢复一下 这个格式复制下面这个 把它恢复 所以它是经过了一个格式化的结果 所以以后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需要怎么做 第一步的话 因为我要切割 可是它实际上里面的是一个数字 那如果我要把刚刚的数字 变成真实的 OK 所谓的真实就是真正变成70斜线9斜线17 这样的文字的话 那这里特别注意 你需要使用一个函数 叫做tester 也就是说 经过tester 它如果真的要转换的话 那怎么转 当然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滑鼠右键 除了格式一下 因为在tester里面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是这个就是value 就是这个 那第二个参数就是formate test 有没有 那可是问题formate test 我打什么 刚刚是打三个0 可是这边的话 一定它的公式很很长 那我怎么知道 它那个格式的公式是长什么 其实跟各位讲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除成格式 按右键除成格式 再来请你切到制定 所以刚刚也是制定 制定里面的话 就会是这一串 所以你就把这一串 把它复制 贴到我们tester里面的formate test 它就会真正的把 刚刚的29多少的数字 真正帮你转成文字 那你先透过tester 先帮你真正转换成文字 70斜线9斜线17 再用left切割 那就正常了 那就成功了 所以变成说 要经过test 转成文字 再切割 就OK 所以要做法 一 一般习惯 先把这个储存按右键 储存格式制定 把它复制一下 第一步取消 第二步的话 就是在这边插入什么 刚刚讲的文字类里面的test 或者最近使用过的 这边也会出现test 就是tester 29846 然后formate test 就两个双引号 移到中间 把刚刚复制的东西 贴过来就可以了 那你不用管说 到底这什么东西 现在暂时不用管 反正重点 贴过来就对了 那你会发现 经过test之后 它就真正帮你把这个数字 变成文字了 ok 所以其实test 它主要就是 帮你把数字 转换成文字的一个函数 而且转换过程 它会利用这个 所谓的 格式化的文字 帮你 文字化的公式 帮你转过来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 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就是在把这个公式 前面加上Lapt L E F T 那我要把这个做切割 所以你前面加一个Lapt 然后字就是这个字 几个字啊 我要前两个字 豆.2 后刮符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呢 我在这个公司外面 在包Lapt 前刮符 再加上豆.2 后刮符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刚刚会失败 那现在会不会失败呢 打勾就知道了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帮我取得正确的70 那并且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喔 它就会 自动的帮我把什么 把那个 就是 所有的 资料 通通都取出正确的 所以你看一下 应该70 66 75 58 这个应该没问题 ok 好 再来的话呢 其他 如果你要取 它哪一天生日 这些其实都可以 取出没有问题 但是另外第二个 还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后面其实还有衍生 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取出来的话 它因为经过Lapt Lapt是文字函数 所以取出来的话 它这个70 虽然你看到是70的数字喔 可是喔 你有没有发现 它全会有双银套 所以如果双银套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文字 那文字的话将来 会有个问题 我们如果要把 比如说70年次的人 放在一起的话 那70年次的话 它应该要是个数字 如果是文字 它就不知道 不知道它是一个70的数字喔 所以它无法辨识喔 所以呢 未来如果说我要做群组 比如说70到79 一个群组的话 那你势必一定要把文字 变成数字 它才有办法帮你群组 如果你不是变成数字 它就不知道说 这个是70的数字喔 OK 它只是看到 7跟0这两个字而已喔 OK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还有一点判断 你们可以看到喔 现在的对齐方式是什么 靠左 有没有 如果靠左的话 里面的资料 一定是文字 靠右才是数字喔 所以从这边也可以 蛛丝马鸡 也可以看到一些问题喔 所以靠左靠右喔 你以为 一样的东西不一样喔 那将来如果做一些 资料处理 那就出错了喔 那怎么办 如果你希望把它变成 数字的话 有函数 之前有讲过嘛 有没有 就是有一个叫什么 叫 叫 就是插入函数裡面 文字类 文字类里面最后一个啦 还记住吗 就这一个啦 value 它就是将文字转换成数字嘛 有没有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直接再到这个外面 包一个value v 有没有 你打个v就出来了 value第一个 点两下就可以 然后后瓜糊一下 后瓜糊打勾 那你把它再执行这个公式 你可以马上看到差异了 有没有发现 value 诶打勾 奇怪了 它怎么马上靠右边 好像磁铁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判断 资料是否形态正确的一个关键 ok 把它点两下 这样就ok了 那再来其实这个做完之后 我里面上我看 应该是在云端白板上面的底下 这边应该有 有没有这个 这个东西 没有放 那我等一下把它贴过来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就是判断那个 黏刺的部分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我说 好 看看